玩具TV又來了 這隻其實總過禮拜就拿出來了 但如果天複有限就變不到了 今次就講這隻是Masterpiece Movie的麥加登 這隻就是初代電影版來的 就變成一個飛機的 你看到整隻東西都很... 很彎原電影版的造型 這隻是第一集的 第一集的造型是很有氣勢 你有沒有看過那一集? 有 你覺得哪一集是比較好看的? 如果第一次看 因為它是冰封了 然後就解凍了 然後就跑出來 然後就在大把那裡 電了飛機 就走了 其實麥加登是不斷地被碎弱的 對 第一集 第二集 第三集不斷不斷地被碎弱 反而星星... 第四集 第五集都強迫 叫做強迫一點 或者叫做 怎麼有機會和人一起抄 對 反而星星叫好像天複球 但你要死 但死了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死之前也要有鋪牌給你 好 那就說回 它這隻是有合金的 合金部份就是在這個位置 好 由於時間的關係 我就直接變給大家看 你看到整隻東西 黑機樣子就是這樣的 還原得都很不錯 尤其是這個 好像有些以前二戰的雙翼機 那種結構是比較有趣的 哇 它MASTER PIECE好像是大的 是很大隻的 對 最大隻的 最大隻的 好 那我就變形了 變形了 變形了 很多細部位要互扣 所以你要有少少耐性 所以 如果你變造這個 飛機形態 是麻煩一點的 但如果變形的話 其實不算很麻煩 都可以 它本身它上色都有很多隻的銀色 對 當然 它最漂亮 當然是盒面 那個顏色給大家看 當然 我有些懷疑它是違反這個 商品條例 但沒有辦法 永遠都是觀圖和幻好的 這些是 自己快睡 死了 美術打燈效果 對 沒錯 有趣的地方 就是它胸後 都是有一個 還有一顆 魔法 Matrix 對 可以放進去 這個是比較有趣的地方 有沒有靠 你幫忙說一下 沒有 有沒有看 沒有啊 沒有抗拒 你為什麼這麼抗拒 不要緊 抗拒也要拍一下 抗拒Transformer 我看完第一集 我記得我第一集 我們那時候 真的很大件事 是 Transformer電影第一集 但其實第一集是很好看的 是嗎 我記得 但是太期待了 當然是 全公司當然帶他去看的 當年 你什麼 誰是全公司 就是我自己公司 我公司 我公司也有十個人 有男有女 有些人帶了另一半來 在傳報 出公訴去看 但我看完之後 我發現 我最抗拒 就是他的影像方面 雖然 我最初沒有留意哪個導演 後來拍照 原來是那個導演 很喜歡那些鏡頭 他用的鏡頭是 他有幾個悲病的 爆炸 全部都是那些鏡頭 他不懂得 電影的場景 他不懂得搞的 他是不斷有動的鏡頭 不斷有音樂 不斷有音樂 不斷做到好像很緊湊的情況 他完全沒有打氣位 他拍照 其實他由初頭 就是由 Bad Boys 叫做好少少 但是那一套 就是 公司救地球 那一套 Armageddon 還有 陣主廣 那一套 都是他的 他的影響都是這樣的 好像在看兩個多小時的MV 我最初不知道 JUST ONES 但我坐下去看的時候 我已經知道 他認得你 裝鬼了 但我覺得這套戲最大的問題 就是 我們這些 看慣機械客人 打鬥場面的人 我很多時候 認不出哪一套 一來他的鏡頭 又動得很厲害 很多時候會有些低炒 也是他的 性格 很喜歡 鏡頭這樣 低炒 然後轉 然後那個角色 就會在上面 一度旋轉 一度打空 翻由一邊 跳過另一邊 他不知為什麼 他沒有用 因為 他雖然是車變成 車變成機械 車本身的眼色是鮮艷 但很多時候 他變成了機械之後 機械通常是灰黑色的 很複雜 很多時候 那些 除了幾個重要角色 就是阿帕文 和大黃蜂 還會看到黃色 或者紅藍色 有好幾個角色 變成之後 你只會看到灰灰 灰灰 很深色 是 變成一混戰的時候 你看不到哪一隻 你可能 我覺得 如果是外國人聽習慣英文 會認出聲音 但我們看 真的看到我 頭都暈倒了 不是因為他動得很重要 而我看不到哪一隻 因為他好像是 那些場面是拍完 之後再加上CG 所以可能是 太複雜了 他可能會加一些 我覺得他的鏡頭 不玩得太厲害 對 有嘗試學他 對 類似的 他經常有一個標準鏡頭 就是 你要撞眼一點 對 通常就是 角色在地上站起來 然後他就在下面 像死人頭看起來 對 沒錯 如果你看到Bad Boys的 就已經有了 就是Will Smith 然後那個鏡頭 在下面 萬眾做 對 對 這個鏡頭是誰發明的 既然一天變身 我可以撐起來 這個鏡頭是誰發明的 這個鏡頭是誰發明的 這個鏡頭是二次大戰的時候 德軍的宣傳片 納粹黨的宣傳片 開始看到的 我忘了那個 德國女導演的名字 她幫德國的納粹黨 拍了一條宣傳片 當中就拍了那些運動員 因為那一屆好像是 1939 有一條片就是 用來把那些運動員拍到 好像希臘神話 那樣漂亮 我印象中 第一次看到有人 就是看一些片 看到有人這樣 在鏡頭低調 然後 這樣圍著那個 因為其實是有名的 但是中文也不懂 這樣圍著一個角色去拍 應該是那個女人 首先想出來的 其實這個女人 後來是上過戰爭法庭的 是 因為她懷疑她這樣去 幫納粹黨宣傳 她沒有犯這個 自身做過的任道罪 後來應該是半入 好了 好了 有些時間關係 剛剛好 就變成這隻物家燈了 基本上她很完美地 還原分電影一代 在那個 冰封座的位置 是不是 冰封座的位置 這個真的像冰封座 這個像冰封座 那德哥呢 嫌她的頭大了一點 其實我覺得OK 但是電影版 她也是很大的頭 對 比起初代的電影版玩具 其實都很久 想起其實都差不多十年前 十幾年了 十幾年了 已經進步了很多 有時候她背包的摺法 都算是很帥 一般的可動 基本上都有了 跳齒 手也可以 頭也可以 腰也可以 腰也可以 嘴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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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很漂亮 這個絕對可以對得起MP的級數 但就沒有合金嗎 有 腰 不是 剛才這個位置 背脊 不如大震 那一棵是絕對沒問題的 穿地可以 穿地 要卡腳趾 都很穩固 向前後好一點 打橫就差一點 好 最棒呢 就是她還原一些武器 就可以把拳頭拳出來 她是手去變槍 我記得好像是 那就可以變一枝炮出來 又或者 可以變回 可以做她 用一條邊 用一條邊的手 流星鎚 都可以做得到 這個我忘記了 這個 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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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都做得到 這個都做得到 而她最厲害 當然是雙手合十出炮 這個都做得到 這個都做得到 那她的關子 改良了之後 等她就可以做到這個 雙手向前拿炮 這個炮 本身她打開之後 這個呢 就可以拔這枝 出來的 那就變成一個 出彈招的炮 哦 這樣就 把它插回她的手 那就做得到 這樣就變成 這樣就變成 做得到 起碼插了一枝炮之後 沒有放平 這樣就好 這個 所以 如果有 草海MPM這個系列 那這隻都真的不學到 尤其是她的 身體比例 真的大了很多 如果我拍完 Operman 我想是在她一撮 嘩 如果你踩著 Bumblebee都挺有型的 對啦 她的宣傳照 就是分屍了 爵士 是的 記得分享 第一集 爵士被分屍過 接下來 下一隻 應該就是 換到爵士 幾錢 這隻 1000樓下 咦 這樣就很划算 因為當年 Operman 也不知道這架 以前這架 我想都 四五百元 但是 這架 複雜了那麼多 其實這架 可以 可能要說大聲一點 對 背景有人 要說很久 對 不好意思 我們永遠都去不到 德哥的聲音 對 他的聲如紅中 老而來堅 如果想玩這個蜜嘉賓 這架就是 不可多得的選擇 這麼大隻 這麼大隻 厲害 好 這架就差不多了 可以做到下一個 好 拿回港牌 先 講完這架 沒所謂 這個 我可以 剛才 不答應